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9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张医师答疑和实作 好张医师那我们就先开始答疑的部分 我们今天有四个提问 第一个提问是灰指甲 现在46岁大约在8年前 脚指甲有灰指甲 如图所示 请教用什么办法来处理比较好 请老师答疑 好这个患者是问灰指甲 那灰指甲的处理 我的建议就把它当皮肤病处理 那就是在灰指甲周围 患处的地方 一定要患处喔 涂姜粉泥 然后大力稍微用力按 让一边涂 然后稍微用力按的时候 让热眼能渗透进去 涂法也是一样 要多次 干了再涂 涂完再按 然后干了之后再涂 起码要三遍以上 然后如果这样不够 还可以用一些热源 比如灯灶啊 种种 然后让热渗透进去 这样就可以改善 对于皮肤病一般是这样处理啊 那如果还有痒或是怎么样 再把竹背部那个开关 按一按就可以改善 好 这个灰指甲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老师 答疑 我们接下来的提问二是 狗咬后需要打疫苗吗 狗咬后或者是铁锈滑破 正常是需要打疫苗的 遇到这种情况 原始点如何处理呢 请老师答疑 好 这位问的是狗咬 狗咬到了之后 然后他问要不要打疫苗的问题 好 这个疫苗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打疫苗 因为他们怕狗有病毒嘛 或是有什么毒素 然后就是要怕破伤风啊 或是有什么后遗症啊 要你去疫苗来解决这个毒 好 这个我们在影响身体之言 内谈得很清楚 那一篇你们可以多看一下 其实原始点它的概念 它是不主张打疫苗 你狗咬到有伤口 好 那我们处理一下 就是在患处周围 第一个涂姜的泥一样 那伤口第一个可以先用姜汤 第一次可以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清洗干净之后 然后涂姜粉泥 然后再用灯罩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慢慢让循环变好 热源渗透进去 它就可以修复了 那至于西医打疫苗的问题 对付病毒 其实在从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这个处理方法是有问题 第一个病毒是盐啊 不是阴啊 但是他们会说 盐会生出很多病来 只有阴才会生病啊 你病毒进去 病毒也不会生病啊 比如我们现在这一次疫情期间 很多人感染了病毒啊 但它也不一定有症状 为什么 因为它组织器官循环顺畅 热能够 怎么会生病呢 会生病一定是 这个病毒 然后进来之后 你热能不够 然后体伤也加重 最后才会产生症状 那最后要处理这些症状 你还是要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而不是从病毒下手 但西医的疫苗 却恰恰要解决病毒 这个就有问题了 所以也就是 当你狗咬了之后 会不会产生症状 不一定 如果你循环体伤 可以修复得快 循环好 甚至热能也够 它修复得快 根本没有 以后不会有什么症状 连疼痛都不会 所以也不要太担心 那疫苗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疫苗比较寒 一般人要打疫苗 一定要小心 即便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你看有一些人 我不要说 在台湾之前就是 疫情期间 都政府规定一定要打疫苗 那打了之后 却出现了 当时候统计几个月下来 因此打出问题的 就是打疑似 医院发布疑似 这样而打疫苗最后走的 竟然有 几个月下来竟然有 差不多八百人 所以疫苗本身它是很寒 那如果出现症状的 那就更多了 更多人出现 所以我的建议 要不要打你自己决定 但是如果以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因为疫苗是解决病毒 那病毒本来就是一个盐 盐是不需要处理的吧 盐只要避开 它不能避开 它已经感染了也没关系啊 那你只要把阴弄好了 即便有盐 但阴你处理好了 盐跟阴不能合合 那就不会产生症状 所以这个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好 我就对这个问题 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老师答疑 我们接下来的是提问三 张医师好 根据我对原始点的实践 产生了疑问 人的原始点位置 为什么会有阻塞 我的经验是 阻塞是阻止身体受寒 当人体感受到体寒的时候 便会将原始点位置关闭 如同关闭城墙大门 阻止敌人入侵 同时也阻止援军 阻止寒原 同时也会阻止热量的流通 因此如果要让热量流通 需要按通原始点位置 同时寒原也更容易入体 所以按通原始点后 尽可能保证热量持续补充 直到补足 不然身体会更容易变得寒凉 从而更加重病情 我在实践中发现 热量不足的人怕冷 因为体伤体寒 病症处痛且敏感 在按通原始点位置后 若没有足够补充热量的情况下 会有更怕冷的情况 再次受寒 寒原更容易入体 病情反而会更加有加重的可能 不知道我以上的观点是否正确 请张医师指点 十分感谢 请老师补充 好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不是在问疾病症状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它是说 它在用原始点的过程中 它认为原始点它是一个开关 那这个开关 有时候不通了 就会阻塞 产生阻塞 这个开关是闭合的 那它会阻塞 这个原始点的开关会 因为不通的时候 它会阻塞寒的进来 还有也会阻塞到 我们热能的流通的问题 所以它认为它是一个开关 可以开也可以关的 那要把它打开 就是要按推原始点 那按推了 这个函就可以 看似要排除出去 但也有可能进来 它是这样解释 那热能因为它打开了 热能也可以畅通 但是它在发现 它打开按推原始点 开关的时候 这个就会让您 患者常常会感觉更寒 所以它也认为 因为开关打开了 寒也可以进来 进来寒也可以出去 寒也可以进来 所以按推 它到底是帮助还是伤害 我也搞不清楚 看它这种学法就是 它就是把那个原始点当一个开关 那开关有时候可以 按了有时候可以开 那平常又可以闭合 好 然后它的问题就是 它的观点就是 你按推完 人会变得更难 所以一定要加强热能 其实打开了会更难 我觉得这位读者蛮有创意 他想太多了 这些都是抽象的 我建议对于学问的探讨 最好不要用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样 呃 因为看不到啊 你自己怎么想到最后是 真的是答案吗 我都很怀疑 如果从原始点它的角度来讲 它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啊 原始点它按了 会刺激组织器官的循环 局部它会变好 那变好了 循环变好了 它的一些症就可以改善 这样来解释不就很合理了吗 然后它按推的过程中 会消耗热能 因为为什么会消耗 它按推会刺激组织器官循环嘛 那这个组织器官循环 一定要用热能来推动啊 那所以你一定要补充 如果没有补充的时候 如果你体力好的人没有问题 那体力差的人 他当然就会变得更难了 所以这个书本上我都 觉得已经写得很好 那这些它把它当作一个可开可观的开关 我反而我也当然说原始点它是一个开关 我是这样比喻 因为你按了它可以照到 那个如果是灯它开关一开 它整个室内的灯一打开 而室内就可以亮 但厕所没有办法照到啊 那这时候又要去找厕所的开关 一开那厕所的灯一开 整个厕所又亮 我是用这样来比喻开关 那如果说它可以阻塞 可以打开 那就是另外一种进一步的解释 但是我觉得对于学习者这样的解释 帮助好像不大吧 这是你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在我写原始点 一直有一个态度 我自己即便有什么想法 我尽量不用说我的想法 一定要合乎逻辑的推理 然后要言之成理 如果不能做到这样 让大家一看都懂 那你自己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 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感受 也有他的独特想法 那这一本书就很难写了 所以我一直都是在临床上迟做 那做完之后他有什么现象 最后再来把这些 现象再归类 那归类之后再釐清出一个原则出来 那这样对治疗才有帮助 所以整本书我几乎是抱着 以如实的态度来写下来 然后至于个人的想法很少 几乎少到怎么样 几乎快没有了 就是把这些现象归类之后 再把这些结论说给大家听 所以你看我讲的 其实就几句话 你也不要想太多 反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现在包括衰老也是 也就是疾病也好或衰老也好 他都是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我们要处理老跟病 就是从体伤按推下手 然后再来热能不足就用热炎来改善 那这样就解决啦 那你再把它引申为什么开关这些问法 会比较偏向个人的一些独特的感受法 但书本上其实在理向的阐述 应该会比这个更清楚的 所以我也是看你这样写参考一下吧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老师补充 我们接下来的是提问四 小腿皮肤 张医师你好 我爱人小腿前面皮肤 四年前是一个硬币大的硬皮 现在小腿前面成一大片了 皮肤表皮粗糙不平 用手去碰感觉皮肤很硬的 有点痒但不痛 皮肤干燥时 表皮上有一层银白色 像盐那样的 用手去撕硬皮 结果破皮了 流出阻止液 以前用姜膏擦过 起水泡了 撒上姜粉 姜粉马上湿了 再撒还是湿的 心中有点担心 同时 碍于亲人的关心 到医院皮肤科去看 医生说是湿疹 开了药膏来擦 不见得有好转 反而扩大了 由于要上班 不知道要怎样温敷换处 主要是按推膝盖的原始点吗 还有红参 可以改用红参须吗 我爱人将水喝不下 会反胃 体力很好 很怕热 容易流汗 具体要怎样操作 请老师指教 谢谢 好 这张图片 是完全没有水分 非常的干燥 另外这两张图呢 是洗澡后 皮肤有一点水分 还没有干的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也是患者替她老婆问的 她太太小腿就是有那个皮肤像硬皮这样 然后还会有蟹蟹 那有一点痒 那心医诊断是湿疹 但是从她的描述也有可能是 像牛皮癬之类的 但不管是心医讲的湿疹 或是怎么样的皮肤病 那原始点处理方法都是一样 我的建议还是一样 涂姜粉里嘛 那涂法我刚刚都有讲 来回三遍 一定要稍微用力 然后涂干了再涂 这样三遍 好 那另外 她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她太太还有一个就是 江汤喝不下去会反胃 那所以她是想用红参 或红参虚 那其实我的看法 那个红参也好 红参虚也好 也要煮熟 这些都是补充啦 也可以 但是我的建议是 最便宜的当然 现在在用的当然就是姜 姜粉里是最好的 因为微波三五分钟就可以用 但问题她自己说的 太太 因为喝姜汤又会反胃 对于这个问题 我还是要稍微说一下 姜汤本身喔 她没有让你反胃的功能 那之所以会这样 一定是你背部 脊椎两侧有体伤 相对应的地方 你去按一定有痛点 那只要把体伤 推一推解开了 然后再加强温敷之后 你再喝这种情况 我认为就可以改 改掉 那如果是因为 她的口味就是不喜欢姜 那我们就只好用生吧 只能这样说 好 那我对这个问题 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老师今天的答疑的补充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实作部分 第一个是老师说整骨下沿 按推不要再用跪姿 那老师我们先播放您这段影片 第一个我们有一些旧的手法都要淘汰掉 比如说跪姿 跪姿按整骨下沿 我认为力量不容易进去 然后也做的人也辛苦 所以这个就不要 那不要就是 比如说跪姿来你放下去 投在里面 跪姿是这样 好 你们看看 这样蛮辛苦的 然后这样按下来 大家看 要按到最后的时候 你还要蹲低一点 然后才顶得进去 这样也蛮辛苦 然后即便这样也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有时候还要投这样 然后这样比较好做 所以 然后这样的力量 也不如站姿 差太多了 然后整骨下沿有时候又要按身 所以我就建议不要用这个手法 我们就把这些跪姿的手法淘汰掉 那同侧 用只有站姿跟坐姿两种 那站姿的话 跟坐姿差别在哪里 头摆的位置 比如头摆都要朝向你 好 你摆朝向我 好 它放在这一边的时候 就是站姿 如果头你放在这一边 来 摆向我 放在这里 对 这样就是坐姿 因为怎么样 你有个位置可以坐 是这个意思 所以 要不然它头在这里你往哪里坐 对 是吧 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的 就是很顺其自然 就是一定要这样做 好 那你看 我先做姿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样就很好做了 好 第一个就这样 有没有 然后坐又位置又大 你们也容易坐下去 然后就这样 这样比你 跪比坐哪一个舒服 当然是坐舒服 坐 也容易雪 好 就这样 好 然后你这一手 这样可以调整姿势 比如说 这样我辅了我 我要的 然后跃到下面 我再把它搬过来 有没有 那我就不用蹲 坐得很低啊 然后这样我就全部做到了 然后脖子我顺便做给大家看 这样做出来之后脖子 第一点 刚刚是第一点 那我第二点 我手就变这样 那第三点 就这样 好 那第四点就这样 那全部做出来 还有就是手法一定要轻揉 有时候我看你们出力就知道 那个就按不进去 好 刚刚他在按我就看到他有很用力 比如说他这里 他这里奔得很紧这样 这样就不容易出来 那应该怎么样呢 你看手 松掉 然后我放松 有没有 那个姿势是不是不大一样 很维系 来你看喔 我如果要出力 这样 这样揉 有没有 我这样稍微出力 就是学他们 嗯 然后我再来 换一个 这样拿个输 有没有 有没有感觉 有 走出力的时候觉得比较硬 比较硬 嗯 所以 一软 然后就可以 反而可以进去 嘿 同样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工具也是一样 当你拿的时候 我看你们这样奔紧的时候 我就知道做不大出来 松柔的 然后靠身体的力量 靠身体的力量 顶进去 然后这个 这个角度是这样 比如说 这个 这个角度是这样 但是你们常常会这样 这里好像就没有幅度 然后这个是蛮力 你看 这样整个 然后我再下去 哎 这个都好像蛮有弹性 然后这里也不出力 然后这个也不出力 但是身体靠下去的时候 力量就带进去了 有没有感觉 嗯 好 那我们继续讲我们的 枕骨下 那刚刚是坐姿是这样 对不对 那站姿呢 头要在这里 来 如果他不这样 来 你过去再继续这样 那你怎么站 我是很荒谬的示范给你们看 所以这个头摆哪里 是一定的 不得不这么做 你看这样怎么站 不可能吗 所以他站姿一定是头过来 来 好 那这样就好做了 对不对 这样你姿势才可以做出来 好 那我再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好 注意这个站姿的话 就是身体一定要睡着这样 好 然后这个90度 这个也90度 重点在这两个 好 然后注意那个脚不要打直 后脚有些人打直就错 一定要微蹲 好 好 这几个姿势摆出来 一般都可以做出来 好 这样 这样 这样大家没问题之后 第二个 脖子 这样就是第一点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一样 不要到那么低 蹲的那么低 可以怎么样 把它头来 放松 你头不要动 好 我动就好 哎 这样来 我稍微调一下 对不对 我就不要蹲那么低了 这样我就可以做出来 然后 第二点 脖子 第三点 第四点 有感觉 有 好 就这样 那所以等一下再做 不要再有 跪姿了 如果又要整骨下眼 不外就是站姿 要不就是坐姿两种 好 其实是坐姿比较好做 如果以三种来看 跪姿是最难做 然后力道又进不去 第二个力量 介于中间的是坐姿 坐姿力量还不及站姿 但它够 它一定比跪姿 还可以做到更力量更深层一点 然后也比较容易悬 然后最难的是站姿 但站姿的好处虽然难悬 但可以按到比较深 是三者的差别 那你们要去教人家 你们只要选一转 所以如果你脚有问题的 反正会抖也好 没力也好 反正坐姿我认为 可以入心考虑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开始练习 好 老师 那个老师建议我们整骨之后 不要再用跪姿 那请老师再补充说明一下 谢谢 好 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 按推最重要的就是手重位置 其实才是技巧 那我们今天谈的是技巧部分 那技巧不外就是 操作者的知识 还有他的工具 来决定 还有被 就是被操作 也就是患者 患者他的一些摆的知识 也会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整骨下沿 就是这样 如果遇到同侧 他的按推方法 虽然有三种 我们一路在研发的过程中 也有站姿 跪姿 还有坐姿 但跪姿是里面最难做 但那个力道不容易进去 因为他是点进去平行的 那力道最大的应该是站姿 但站姿可以按到很深层 但站比较容易 腿要稍微有一点力量 那坐姿是最轻松的 所以如果以坐姿跟跪姿来比较的话 那坐姿显然也可以按的跟跪姿一样生成 然后又轻松 所以看来才会说 这样经过这样比较之后 大家以前如果用跪姿再按推同侧整骨下沿 那这样的手法 我认为是可以改变 可以改变如果不需要很深层的话 那就用坐姿 如果要深层就站姿 那站姿跟坐姿 那个头摆的位置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患者的头一定是面向你 转侧面面向你 然后如果站姿靠整集床 靠近你身体一边 然后如果是要坐姿 你因为要坐要有空间 自然头就要到对面 好 那大家再想想看 同样用手肘这样去按推 但因为患者头摆的姿势 还有操作者因为站 坐 跪 他的姿势不一样 那个力道就会深浅不一 这样来说我们的力道同样的工具 那力道是来自于哪里呢 简单的讲 身体是操控那个力道的深浅 所以你在学手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不要用蛮力 也就是所有的力量不要紧奔 紧奔在手臂 你紧奔患者会很不舒服 所以你的手一定是很松柔 然后如果要按到深层 就是靠身体把工具带下去 这样患者即便被按到很深层 他也不会有感觉压迫感 这是我对整骨下炎的一性总结吧 接下来第二个实作 关于乳癌操作的示范 我们先放老师示范的这一段影片 乳癌第一个一定要测试 第一个来 你测试的第一个手法就是用抓 这个 然后如果抓了就有硬块 那个代表它的硬块已经蛮大 有时候你看不出来 一抓马上就有 它是在里面也没有破皮怎么样 所以这个一定要抓 那抓了如果没有硬结肿块 不代表没有 因为这个是抓大 那小的要怎么 就是要慢慢的沿着肋骨 这样去推 因为一般胸部是从这里开始 男生看不出来好像都扁平的 但是从这里就有肉到这里 那所以它有肉 我们可以试着沿肋骨间 这样一点一点的按心去 一直直到胸骨 按到胸骨 那这样一直下来 你就不要管它肉不肉 就这样一直下去 然后就看看它有没有痛 但那个力道一定要轻 胸部一定要轻 那力道一般我们的按法就是 如果直腹枣 或是我们习惯用三直 比如沿着肋骨 我这样做给大家看 这个也是一种枣 这种是比较效力比较高的 那直接贴进去 就是贴 然后就可以这样按 那这样它也会跟你讲 有没有硬结肿 这是对小的 那如果枣出来之后 小的比较容易嘛 大概就是这样 小的一般指腹就可以 或是指腹也可以用三直 或是两直这样推 都没有关系 那这样就比较长 那稍微大的呢 大的如果是这样一抓就有 没有破皮 或是眼睛可以看得到 然后就破洞了很大的 那根本不用抓 那个只是在周围长 那我们先说没有破皮的 如果抓起来就很硬 它很大 那应该是怎么按呢 假设它是这么一大块 那我们这一个一定要贴住 然后如果用这一手 我建议用这样的工具 你们会很省力 这一手是往下贴紧 然后有一点 跟这一手对抗 然后这样就省力 然后不能用蛮镜 它应该是这样很巧劲的 这样过来 这个过去对不对 记得不要 不要这里硬邦邦的 还是要我们现在教的手法 就是很轻柔的 你看我那个手都可以 好像很灵活这样 然后这样顶进去 然后靠着这一个 这个部位 然后力量就会变很很省 然后就可以按到深层 它是这样 然后就可以一点一点的问 这个有没有痛 有感受吗 这样有没有痛 然后也可以按深 如果深是这样来 有没有感受 大队长 这样就比较深 好那这样沿着这里 你看我这一手都这样过来 这一手这样过来 所以它是对等的 然后你也不用故意这样 这样大概这样 但是绝对不能这样 你们都是这样 好像这一架固定 然后这样这样搓揉 变成放来放去都没有固定住 然后手法是这样斜过去也错 它是过来 一个对称 这样就可以 手大概那个角度就是像我这样 也不要到这样撑开 这样就蛮合的 就往中间集中 对对对 然后这里是固定 因为你要按这里 所以力量就在这里 然后你看 它这样是不是蛮舒服 然后又可以伸 要不然 你们以为用这个指腹啊 那个大很吃地 然后也按不进去 结果常常按到怎么样 你们受伤 你们都受伤 然后也不要用这个顶 又太硬 然后也费力 这个是最神力的 所以我这样几个做下来之后 然后不断研发 我发现这个就是我们按乳癌 尤其大块的最好的工具 就是这样 没有其他的 真的没有其他的 我发现这样很容易按 然后最神力 因为我跟台北的志工 也没有一个可以按到我那么深层 然后我看他们有时候说按的又蛮费劲 然后问题又出蛮力 患者又不舒服 所以我按的患者觉得 诶我按的是最深的 那为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巧劲 所以这样 这样顶下来 你先来做做看 我已经教了 你们看他一下手就错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 为什么我讲解那么多 太硬 太硬 你看他马上讲得出来 右手压的力量太大 右手力量 所以那个巧劲 我再讲 你们做了 台北也是啊 大家每个都做 我们是每个都 刚刚比较差很多 所以你们又不舒服 又没有办法达到身材 所以就做不出来 嗯 这样比较 这样比较像 对 对啊 我很轻但很深层啊 你看 我是这样固定 你还没有 你还有时候会翘起来 其实这两指已经要固定 这样推过来 然后这个推过去 你看 我觉得不出力啊 但是那个力量绝对比你大 嗯 是吧 是用虎口固定 哦 这样虎口把它固定 然后推过 嗯 这里跟这里做一个对称 嗯 嗯 其实他 为什么他会进步比较快 他可以感受每个人所谓 啊他呢 就马上知道 哦 什么是巧劲 啊你们只是看外表 所以你们不 下去马上就 又恢复原状 然后看我这样很轻松 其实那个都是 我才说原始点蓝就蓝在这里 好就是这样 好就是这样 有没有 那如果他像 我也是这样 你感觉看看 有没有 对 是不是蛮柔的 对 然后我也可以伸啊 有没有我这样 但是也不会有压迫感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要做到 没有压迫感 又人生就像我在教你们这样 你再一次 还是硬了一点 嗯 你看刚开始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还好 在推 在推的时候就 就开始蛮力 因为每个人都想用那个 撕力 那不懂用巧劲 你这里 你看啊 我是怎么用力 我这个手 你看啊 有没有 对不对 我干嘛没有用力啊 对 然后这个一个巧劲 然后我就这样 开始了 你们是怎样 对 这样就硬了 嗯 开始想用力了 嗯 我是完全松了 松了 然后松了再顶进去 然后松柔的 然后又可以深层 然后又疏 所以我也可以表层 表层这样 然后也可以深层 所以为什么患者说 我按得很深 因为我不给他压力啊 他也会放送我 然后我就可以进到深层 因为现在台北女志工少了 我们现在有放分男志工做了 所以那一次训练连男志工都要学来 柔劲还是比较不够 柔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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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差了 有像了 有像 你这个手这样 然后这里都放松 这里也放松 这里都松 然后这里靠过来 这里也靠过来 他只是很自然靠过来 然后这里都很轻柔的 你就顶住了对不对 顶住了就开始了 有没有 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比较轻巧 有没有 这样有没有行 这里好像用太多力了 这里 他都没有用力 他就是一点点而已 对他就感觉他这个地方好像比较硬 都不出力 你就是都松的 然后整个手是松柔的 就像我现在手背 按你的手背 我是松柔的 那我是怎么亲戚 我是这样 有没有 你手背有没有感觉到 我是这样的力量 有没有 那你如果手都柔的 我现在由我来按 也可以按得出来 好 你手都变柔的 都不出力 都不出力 你去感受你不出力的感觉 有没有 大队长 这样有进去 有 那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是这样力量进去 好 那进去 是不是 有比较柔一点 但是 力道有点会浮起来 那就没有点进去 就是 背一个力量 没缺紧 而我刚刚帮你贴那个手背 那个力量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就是这样 我知道了 他说对一定就是对 哦 这样很轻松 很轻松啊 你们是做得又累 又不能解症 反而轻柔才可以到深层 所以哦 你有没有感受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轻的 然后能够放松 然后这样 才可以达到深层 然后患者舒服 他也放松 所以你按着舒服 患者也舒服 这个才是原始点 那你们都按得很痛苦 哎呀 我按得好累 那怎么他还在叫 那个都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 只要大的都是这样按 包到破的 你也是这样按 那这样你整圈都可以按得到啊 那你要用另外一手也可以啊 这样 有没有 这样过来 那这一手一样啊 那记得要 要揉就是啦 是不是也是一样 所以两手都可以用 方式一样 就是这样念 有题目吗 有 真的啊 我以为要压 要去推或者是去压 才会有力量进去 想推 要以想压 这个都是力量 都是全部满力 那你要不出力 又能够按身 那就是要懂得接触身体了 没有其他办法 我认为喔 瘀血就是一个一道 它是一个艺术 绝对不是像人家都死死巴巴 因为每个人的 那个灵悟力不一样 就像打太极钱 它也是一个艺术 它不是每个人进去都一样 会成功 因为每个人的轻柔灵悟的 也不一样 原始点有类似这样 其实它现在是一个变很好的模特 因为它已经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再稍微贴密合一点 贴平一点 不够柔 不够柔 这个时候 这里手有一点这样进去 进去 这一手这样进来 这里紧贴着它 它说没有紧贴 就是你这个没有紧贴进去 这样进去 这样这样比较像 你放松下去做就好 有点像 大概六七层 你这样揉进去的时候 那个贴合度好像就跑掉了 这个都放松 然后它只是用这一个 这一块 然后这一块 然后你记 记来 然后肉就多了 然后肉多了你就这样 这个 然后稍微顶进去 这里 然后也是绕圈圈 顶进去了你就这样 这样绕圈圈也好 或是上下都没关系 这样揉揉的 剪贴的就进去 你试试看 这边是要顶住 对 一定要顶过来 对 这边的顶住 这边就比较好 对 一边固定的不是很老 这边就乱跑了 所以这一个一定 一定要贴 对 对 没有其他 推的时候有压下去的动作 这又有点 往下压的感觉 不能往下压 我讲的 对对对对 尽量不要起伏就对了 尽量不要起伏就对了 师兄这边应该是 从外 稍微外吹一点 往中间靠 对 他一直在靠太中间了 所以好像有变捏那种感觉 可以再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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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快 对对对 深层一点 你看起来 这个都可以看起来 因为你刚才说的 他有领悟到 这个有不错 这一点 这一点看不贴合到 好像中间两边 这眼裡都ingo 对 对 这一点 很好 对 也要hold得住啊 这几个点稍微硬了一点 好 稍微硬了一点 这样 对 想要出来就不可以了 反正就是往内 往内 往内这样子 然后应该是放着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 你体悟的还蛮快的 所以确定一点 什么动作都很简单 但是 每个下去都 这个就是结论 好 老师我们放完这个操作示范影片 麻烦您补充说明 谢谢 好 我们来 现在来看影片操作的过程 虽然模特儿不是女生 但 其实 从中 也可以学到 一些实际的操作方法 因为 在乳癌的按推看似简单 但是 虽然影片也教过各位 但我们 志工 一下手 确实 被操作的人 这一次就感受很深 他们都觉得 哇 有时候太用力了 有时候没有固定住啊 还是有很多问题 好 那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讲的 第一个 记得 记得要懂 怎么靠身体的姿势来按推 即便是乳癌也是一样 我们 虽然是用顽骨 那一手固定之后 然后另外一手 也是要靠一下身体 的力量 然后稍微顶进去 然后你的手一定是要保持柔软 如果你是用手 很用力在推 你那个力量就是蛮力的 而且会让患者觉得非常痛 不舒服 那因为痛它会跟你对抗 自然你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所以所有的操作一样 一定要靠练习来的 所以影片看似很简单 我也建议各位 回去找个自己可以操作的人 然后来帮他按一下 然后让对方也讲讲 你的手法一些他感受的 如果这样经过能点醒 你能够懂得照我的影片手放软 那我相信很多 像乳癌那个硬结肿块 经过这样按推啊 它都会变得很松软 记得所有硬结肿块 都是所贯触体相所致 一般要从他处也就是大开关按开 比较难 所以乳癌 这时候它的按推 有时候会比热源还要重要 所以那个手法就要特别注意 记得要保持柔软 手不要用蛮力 然后一手固定 然后一手交叉着 然后轻柔的顶进去 那这样它的痛点就可以很明显的 患者就会明显的感受 而且譬如他很痛 他也会用身体来表达 或是语言告诉你 那你要掌控 原则是以患者能承受为主 不管是按哪个部位 其实到最后原始点 学通了之后 他那个手都是柔软 譬如说我要按到很深层 我的工具绝对不会紧绷 那我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身体 然后把工具带下去 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一起的效果 好 这乳癌的这样操作方法 也提供给大家多练习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老师的补充说明 那我们今天的实作 就播放到这里 好 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张医师 谢谢大家